浓浓黑烟狂窜天际 三层楼铁皮工厂 惨遭火蛇吞噬 家具厂里头大量易燃物 就怕火势延烧 消防出动大批人车 紧急步水线灌酒 上楼下相亲一千点 现在是什么意来物品 早上六点多动车 你们刚好休息两天都没人在 火势来得太猛 出动云梯车从高空射水 新北五谷五公一路家具厂 早上六点多发生火警 不止现场浓烟密布 连高速公路也被影响 驾驶新京国道一号五谷路段 惊见浓烟狂窜笼罩天空 另一个角度连国道路面 都惨被烟雾吞噬 一度因为能见度骤减 影响国道行车 甚至连从更远的向山上 都看得到浓烟 索性经过近两个小时抢救 终于控制火势无人伤亡 不过心中这里夜窜火 完了完了完了 BBQ了 机车躺在路中央烧啊烧 民众目击傻眼颇望 怎么回事 警方一查更傻眼 只见一名阿伯骑车击杀 龙头一拐突然倾倒自摔 阿伯趴起来后 瞎秒瞬间冒火 没多久车体就被火焰吞噬 几名合力拿灭火气灭火 幸好没人受伤 不过基隆也有火烧惊魂 一楼店面陷入火海 基隆西定市场这间鸡排店 二十八号清晨突然起火 火势猛烈迅速燃烧 店家虽然拿了市场的灭火气灭火 但却按压不出来造成祸事狂窜 所幸消防紧急抢救十分钟扑灭 但一片六十块的鸡排店 也被烧到焦黑 惨成废墟 记者杨洁 朱定荣 红玉兰 新北基隆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